感谢主,我们今天又来到周六的早上,我们一起参加这个周六的门徒训练的课程。 先开始,我们有一个祷告。 七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我们很感谢祢,祂派祢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高,为我们每一个的罪人而死。 祢流出的补血,祂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污蔑我们的罪。 神,祢的保余是带有能力的,祢能够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重新去联见。 祢有一个恢复的关系,我们感谢祢。 圣灵我们呼求祢,求祢来到祢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的主力,祢宝贵的乙女。 神,我们在这个神圣的道路里面,我们是紧紧跟随祢,求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去接受这个装备,门徒训练的装备,我们要跟随主祢的时候, 神,求祢加能之力给我们。 让我们常常去联结于主祢。 主,求祢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 让我们能够听到而行到,活出基督的仰式。 主,我们多谢祢。 祢,将有来的活动的时间交代给主祢。 神,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关于崇拜的伙题。 神,求祢亲自地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更新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每一次回到崇拜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亮光。 在当中更新的,是与主祢去结恋。 与主祢的关系能够更新。 祝我们多谢祢。 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明之旗教。 欢迎大家,又来到周六的满痛训练课程。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讲到圣经的崇拜。 圣经就是崇拜一本教科书。 我们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美国波士顿有一个高顿的博士, 他有一天在办公室预备港章。 后来他就很累了,在书桌上睡着了。 他就发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崇拜。 那些人都坐在这里崇拜。 但是其中他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陌生人坐在这里。 他在崇拜后就问人。 然后他就很想去见这个人。 然后他就问招待你认不认识这个陌生的人。 竟然招待他告诉牧师, 他就是耶稣。 当时牧师听到耶稣之后, 他就在睡梦中醒了。 然后每一次牧师说到的时候, 他都相信耶稣在会场当中听着他所分享的每一个讯息。 鼎姐妹,当你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 或者你参加祈祷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就是在庄宗呢? 甚至乎在我们周六的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 其实耶稣都在这里。 耶稣都在这里。 耶稣都在这里。 听着我们所说的。 牧师所说的。 传道所说的。 又或者他都在这里留意我们, 是否在听着。 对我说。 老师和他都在这里留意我。 导致领导致领导致说的。 我还不可以呼功。 在《马帝福音十八章二十节》, 在《马帝福音十八章二十节》里, 有一个说话, 有个金句就是说。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罪会, 那女子有我在他门中间。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再来看, 视频圈北京, 从安息日到主日,旧日中大家有看的时候都会留意到安息日, 都常常出现安息日的三个字。 在初世纪,其实也有记载到神完成六日的创造, 完成神的功之后,第七日就安息了。 在旧日的安息日,人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只是休息,纪念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 而犹太人,因为他们遵守安息日,他们会经威耶和华。 这是他们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 到今天,他们仍然去遵守神的话语, 遵守安息日, 什么都会停下来好好地休息,去尋求神的面。 今天,弟兄姐妹也鼓励你们, 可能你们在生活中都很忙, 忙着家里,忙着读书, 忙着工作,或者家庭。 但是,神说我们在第七日, 神创造的功已经完毕了。 就在第七日揭了他一起的功, 安息了, 神创呼吸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我们再来看。 另一方面,在主日也是耶稣復活之后, 所有基督徒在安息日的第二日, 即是在礼拜日一起聚集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新的经文如何说, 在马阿福音第十六章九节, 和士徒行传二十章七节。 在马阿福音十六章九节里说到, 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復活了, 就先向末大拉马利亚显然。 耶稣从他身上曾说出七个鬼。 原来在第七日清早时的时候, 耶稣復活了, 復活的主先向末大拉马利亚显然。 而在《士徒行传》二十章七节里也有, 记载到七日的第一日, 他们聚会抹饼子时,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说了, 直到半夜。 原来《士徒行传》记载, 不单止耶稣在第七日的早晨, 他向末大拉马利亚显然。 而耶稣升天后, 他的门徒, 他之后的人都仍然去持守, 第七日首为圣日。 他们会聚集一起, 去抹饼子, 会讲神的话语, 他们会一起聚集一起去敬拜神。 所以, 礼拜日是要分辨为圣手, 要来到他教的里面, 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 。 说到安息日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今天说的主日, 是为了纪念耶稣復活。 所以我们称为安息后的第一日为主日。 主日是将到旧日的安息日, 以及当时的初期教会。 耶稣初代教会的纪念耶稣復活。 所以两个结合成为一个概念。 当时由初代教会直到现在, 都是继续流传下来。 。 说到遵守主日的概念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的规条, 都有些不同的。 传统的犹太人他们都仍然去厕守安息日。 他们的安息日就是在星期五的下午六点钟, 到星期六的下午六点钟。 整整整是二十四个小时, 即是一整天的时间。 犹太人他们认为要减低一切肉体的活动, 即是减低所有的活动, 他们什么都不会不做的。 他们就是紧紧去跟守安息日。 甚至乎,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 当他们要去开车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安息日里面, 都是不准的。 即是不准做任何的事情。 他们的犹太人就是这样去持续安息日。 今天, 我们在基督徒里面, 其实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去严谨或者谨守主日呢? 我们很多时候说的主日就是礼拜日。 我们有没有回到教会里面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呢?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之重要。 是恢复我们同神的关系。 大家可能都记得, 马上一个课堂第二课的时候, 我们说到什么是崇拜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两个R, 第一个R就说到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崇拜是我们跟神的相遇, 亦都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 崇拜也是我们向神这个回应, 就是一个response, 就是我们跟神作出一个回应,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一起追集, 我们去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去赞美, 我们去祷告, 一起听神的话语。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是透过每周日的崇拜的时候, 我们能够是经历耶稣基督復活的大能。 你能够是否在崇拜里面经历呢? 我希望每个人回来崇拜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经历到, 我们要对神的重新结怜, 这只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当你回到教会的时候, 还是你只是习以为常, 一个惯性在当中, 去参加每一次崇拜? 希望你再重新去思想你崇拜的裡面,你是怎樣去經歷的。 我們一齊再來看詩篇103篇1-9節。 不如我們請Askie幫我們讀出經文吧,謝謝。 詩篇103篇1-9節。 我的心啊,你要清重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清重祂的性命。 我的心啊,你要清重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祂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以至你一切的罪孽,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而知足,以至你和應煩惱還同。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惡的人申冤。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了得祂的作為。 耶和華,有憐、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封聖的慈愛。 祂不長久窄備,也永不懷怒。 祂使得祂使得神之受惡 caveat 謝謝。 在我們進行這段經文的時候, 在我們說我們如何激大讚美我們的神。 而诗篇作者透过这一段103篇里面 讲到如何去高声赞颂耶和华我们的天父 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一节的经文 就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犯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这个就是戴卫斯人他从心而发去向神称颂 去赞美我们的神 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你去赞一个人的时候 你只是随口去讲一讲一些赞美的说话 还是从心而发的去讲呢 其实是听得出的 当你从心而发去赞美人的时候 人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三个都是一样的,他知道我们的内心 所以当我们从心而发去赞美神的时候 他也能感受得到的 当我们从心而发去赞美神的时候 他也是喜悦我们从心而发去赞美 当你能够专注在神里面的时候 你爱神的时候 你的心就能够从心而发去赞美神 所以当我们再说到第二点 在境大里面我们要清纵耶和华的时候 不可忘记什么呢? 就是不可忘记神的恩惠 在经文第二节也提到我们说到 我的心啊,你要清纵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诗人又再说 我的心啊,你要清纵耶和华 他就是从心而发的去赞美神 神啊,我要清纵耶和华 神啊,我要清纵耶和华 我不可以忘记祂给我一切恩惠 顶此每个月都是11月的季节 11月是感恩节 感恩节不是一天的 而是我们整个月都提醒我们 要上上去感恩 很感谢神 这个月我们每个小组都一起去感恩 我们每一天都会透过密想不同的经文 去思想神 也都是感谢神 去作出祷告去回应神的恩惠 其实不单止是11月份的 而是其实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我们都要上上去感恩 每一样我们遇到的事情 无论好或者坏 我们都要 确实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不可以忘记神 给我们一切恩惠 非常之好一个经文给我们的提醒 希望这个都成为我们对神的一个爱 当我们提到恩惠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第三点 透过刚才读的诗篇103篇 第三至第六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什么的恩惠 我们再来看 第三至第六节 这个经文说到 他赏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贖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应烦恼还同, 要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生怨。 这里由第3、第4、第5、第6节,四节经文里都说给我们听, 神的恩惠与我们每一个。 因着耶稣的10节架上高的救赎, 他的牺牲、他拯救时,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罪孽。 并且神因耶稣受的鞭伤,就能够去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神的救赎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个脱离死亡。 因着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与神有一个宽幅和好的关系。 我们有从神来而来的盼望就是我们永生为我们预备道路, 为我们预备一切。 神常常是给我们有爱我们、欢恕我们、 给我们有平安、喜乐、 又公认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都为我们预备。 第6节节说到,神是施行公义的神, 他会为一切受恶的人生怨。 如果大家之前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诗篇, 第1章、2章、直到第6章当中, 都提到很多关于人在困难中, 如何寻求神。 当我们遇到恶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以眼还眼, 而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因为神是公平、公正、公义的神, 神是为一切受恶的人生怨。 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神的话语。 当我们遇到恶人或困难的时候, 我们为祂祷告。 神是公义的。 这一切神施行的公义, 为受恶的人生怨, 就是神的恩惠帮助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过得性的生活。 我们再来看第4点。 当我们说到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赞美神的属性。 我们会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 在第8和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属性。 我们一起来读, 第8到第9节。 他会说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强狗窄避, 也不永远怀怒。 原来神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天父爸爸。 我们永远都会说, 我们永远都会说是我们天父, 是我们天父, 是我们天上的爸爸, 阿爸父。 他就是一个满有怜悯, 满有恩典。 他不轻易发怒, 不会随便的发怒, 因为神是公义的。 当他, 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 就是他会为一切受恶的人生怨。 他是公义的神, 但他不会立乱的去发怒, 但这个经文就说到不轻易发怒, 但是不代表他不会施行审判和发怒。 所以, 神是满有丰盛的慈爱, 他很爱世人, 他甚至给机会世人, 给机会有罪的人去回转。 神就是这么宽闻, 有一个宽闻大量的爱人的心。 第九节也说到, 神是不长久宅备, 亦不永远怀怒。 当我们思想神的属性的时候, 其实也要思想我们的属性, 我们的姐妹, 当我们说我们像我们的父亲, 我们要处于耶稣的时候, 希望我们也有耶稣, 也有天父父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我们面对着不同的境况的时候, 我们面对着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怜悯人的心, 有能够不轻易发怒, 能够爱人的心。 好了, 我们再来看, 我们来探讨崇拜的重要性。 第一点是, 关于崇拜的用词。 这非常之重要, 当我们去看这一部分的时候, 当中给我们也有一个提醒, 就是, 在旧日, 新日里, 崇拜当中, 会用一些什么字眼, 去描述, 去形容崇拜是如何。 我们看第一点的时候, 在旧日的用词描述崇拜是有, 寻求, 侍奉, 面前下拜, 屈塞, 这些用语。 原来旧日, 是说到, 我们人去崇拜的时候, 去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 是要寻求神的, 是要寻求, 不单是寻求, 还要侍奉, 是要服侍的, 还要来到神的面前, 是下拜, 是屈塞的, 是一个谦卑的。 当我们去知道的时候, 我们都是能够, 这么深的一层, 去体验到, 崇拜真正的意义。 我们再来看, 在新日里面, 说到崇拜的用词, 是有什么呢? 它当中是提到, 祭司长他的職務, 他的侍奉, 也说到一些例如, 就像《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三节说到, 他公職的日子已满, 就回家去了, 是有规矩的, 有步骤的,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节说到, 他们既被圣灵猜遣, 就下到西楼基, 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也当你看到《使徒行传》这里的时候, 他也说到, 被圣灵猜遣,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信的是圣父圣子, 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当圣灵猜遣人去到一个地方侍奉的时候, 人就遵从了。 当我们说到《崇拜》的用词的时候, 原来当人在教育里面也提到, 我们要尋求, 我们要侍奉, 我们要侍奉有谦卑, 一个在神面前去跪拜, 下拜去屈湿, 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 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 是有一个礼仪, 我们要按着这个规矩来实现手。 就像昔日的祭司一样, 他们知道自己的职务, 他去侍奉神的时候, 他就按着这个功绩去侍奉我们的神。 我们再来看, 在《新约》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有其他的用词, 就是屈湿, 上前亲吻某人的手。 这个用词不仅是对人, 而是对神和基督我们的主, 一些敬拜当中, 崇拜里面的用词。 而在《新约》圣经里面, 都出现了59次。 而在《马太福音》二章二节, 以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节, 这里也有提醒,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那身眼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声, 特来拜他。 有人福音四章二十节,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倒雪,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哈利路撒冷。 原来昔日, 东方的那些博士, 他们看到天上星星的时候, 他知道有一个新生的王要胆生的时候, 他们从远方的就要来追尋, 去拜这个新王。 他们预备很多礼物, 来送给这个王。 今天我们回来送拜的时候, 我们的心有没有一早预备好来朝见我们的主? 安静去等候我们的神? 并且预备我们的礼物来呈现给我们的神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到新药里面对崇拜的一些用词。 第三,就是一些对神的尊敬。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这里说到,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渠远离我。 这里是很清楚的指出。 那些百姓, 他的嘴是说一些尊敬神的话, 但是他们的耐心是离弃神的。 当我们反复思想, 神喜悦的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主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真是要好好地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 你们要保守你心, 聖哥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那一刻是由心发出的。 今天你的心是否与神去对齐? 你的心侍奉的时候, 是不是甘真乐意的去摆上? 你今天所奉献的, 是不是甘真乐意的奉献? 神抗重我们的心, 亦都抗重我们每一个阻败上的。 我们有一个尊敬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来看第四个点, 就是事奉。 在罗马书12章1节说到,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结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 。 第一节目, 如果当你有事奉过, 你就知道了, 事奉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看看经文, 他说, 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因为唯有神才能感动人, 感动人是将身体是全人的, 起献给我们的神, 就好像活祭一样。 因为当我们是预备好我们自己, 成为圣结的, 一个的祭物去呈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的时候, 神是喜悦的。 当我们这样摆上, 去侍奉神的时候, 亦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我们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当中, 的本分。 鼓劝弟姐妹, 当你还未在教会有事奉的时候, 你去留意神给你有什么恩赐。 有些事情可能是你未发现的。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看第二本书的时候, Feda非常之好, 他也帮助我们去发掘神给我们的恩赐。 和财光。 有些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财光,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使用。 就是使用在神的事工里面, 在神的教会里面。 鼓劝姐妹, 今天教会都有很多需要当中, 鼓励你, 鼓励你, 你可以参与在教会的事奉里面。 记得我们是一个的身体, 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财感。 有些是耳, 有些是眼, 有些是手, 有些是脚。 但是我们是彼此联络成为一体, 成为基督的身体。 鼓励你, 如果你是愿意的, 你就帮助教会一起去彼此服侍。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第2点, 圣经中的崇拜。 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 圣经是崇拜, 这个课题最好的一本的教科书。 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里面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崇拜, 以至到我们知道, 如何是神所喜悦的崇拜。 整本圣经有66卷的书卷, 有新约有旧约, 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 里面当中也提到关于崇拜。 而这里记载了, 在当中强调崇拜的经文有540处。 所以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是提重崇拜的。 我们再来看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崇拜。 第一个点就是十戒。 十戒当中, 由第一至到第三个界命里面, 都是命令我们要单单去敬拜我们的神。 不如请Elisabeth回来, 可以帮我们读出《出塞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六节。 好啊,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某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 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记者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界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辞爱, 直到千代。 是, 出塞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六节。 好。 是, 他写了, 二十一。 这里讲到, 旧约的崇拜。 十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十条的戒命。 由第一届到第二、第三届, 头三届的戒命。 让我们知道, 我們所信的是創天造地的主 神就是喜悅我們單單去敬拜,去侍奉祂 不是那些假神,不是那些偶像 那些都不是我們要敬拜的 神就是這麼公義的 當你看到第五節的時候,祂說 因為我要說,祂的神是忌邪的神 當人去恨耶和華的時候,祂必追討祂的罪 至乎及子是直到三四代 但是愛耶和華守耶和華解命 耶和華會向祂發慈愛,直到千代 頂姊妹神是一個滿有恩典的神 祂的神,祂向那些追討祂的罪 是直到父子及子三四代 三四代而已,但是向守祂愛祂的人 祂要向祂發慈愛,直到千代 你說神是否滿有恩典呢?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愛神 我們三為一體的真神 我們也要好好遵行神的解命 我們好好讀聖經 讀聖經也是一個很好的操練 有很多時候我們看聖經,讀一次未必明白 就算你快讀聖經也未必能夠吸收裡面的話語 我們的牧師就鼓勵我們要密想經文 就是你要反覆地去讀多幾次 去反覆思想神的話語 再記得我們之前也有看過 就是詩編第一篇 詩編第一篇也提醒我們 如果大家有讀過 或者是都可能已經背了這個經文 詩人大衛也提醒我們 我們要反覆思想 就在詩編第一篇第二節經文就說到 為喜愛耀華的律法 奏夜思想者人便為有福 神的話語是要奏夜思想的 因為神是希望恥福到我們每一個 希望我們都能夠得著神的祝福 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回幕第二點回幕 響出埃及紀二十五章二十二節 這裡我們先讀經文 經文說到 我要再那裡與你相會 又要重發貴思恩座上 以基勒柏中間 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全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會幕啊 頂姊妹就是一個 你和神相遇的時間 相會的時間 當日釋入 當日釋入 那些以色列的百姓 他們在抗夜裡去敬拜神 他們就製造了一些匯物 聖所 當時神的榮光 就充滿那裡的地方 神的同在就在那裡 今天也是 當我們回到教會去崇拜的時候 我們同樣是能夠去經歷到神的同在 神的榮光就臨到在神的教會裡 希望神的同在同樣是臨到我們 在每一個頂尖的生命裡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點 你還未知 先來讀書的經文在文蘇姬 一章五十二到二章二節 不如我們請 請 請給我們讀書 請 謝謝 有什麼說我啊 是啊是啊 好的 好啊 文蘇姬 第一章五十二節至二章二節 以色列人 支撻象棚 要照他們的軍隊 各歸本營各歸本類 但利美人要再發貴 帳幕的四周安營 免得盆路臨到以色列匯眾 利美人並要緊守法貴的帳幕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犯 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他們就照樣行了 耶和華曉喻摩西阿雷說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呃 女下 作為本族的旗號 那裡對著 匯莫的四圍安營 謝謝 謝謝 Peter 幫我們讀出經文 當你看這條經文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看到 經文裡面想跟我們說些什麼 當時說到是 幫助匯莫的事奉是 神簡選了利美人 他的外圍就是以色列各支牌 各人就按住神所給他們的 不同的侍奉的人 他們就各就各位 各就各位的按住神的規定去走 就是這樣去侍奉神 我們看到 原來神的家是有秩序的 神簡選利美人是侍奉匯莫 今天神的家 我們說到家會 其實也有一個秩序當中 我們也要緊守神的戒命 也要按住神的規則去走 今天我們回到教會的時候 都按住教會 我們會遵恬神的話語 也都按住教會的安排 而可以走 因為我們相信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在當中 因為神是 給我們各人都有不同 但是祂是 招聚我們 回來 同一個教會的裡面 我們相信 在裡面 神也會給我們 有不同的成長 有學習的地方 也要建造 募造我們的生命 我們再來看 祭司 阿伯的獻祭給神肯定 阿伯的獻祭給神肯定 希伯來書十一章四節 這裡說到 阿伯恩著信獻祭與神 給歌人所獻的禁味 因此 變得了清義的見證 就是神指祂禮物作的見證 祂雖然死了 卻恩這信 仍舊說話 阿伯恩著信獻祭 如果您記得 阿伯的獻祭 這個記載 是在舊約的裡面 希伯來書 是一個新約的經卷 當新約的經卷 再重複去數算 阿伯 他昔日 如何為神 預備一個獻祭的時候 他所擺上的 他的心意 即使他已經 因著他被他的弟弟 被歌人所殺 但是 這裡說到 他所做的 他所作的 營救說話 就是 仍然是被提出來 仍然是讓世人 在這個故事裡面 是知道 我們所預備給神的 那個奉獻 那個擺上 如果有時間 可以再看回 在舊約裡面 所記載的 阿伯和該人 他們 如何預備他的禮物 去呈獻給神 當中 都給我們一些 合贈 和提醒 今天我們所擺上的 都是 不會是徒刑的 都是神是知道的 就好像阿伯 他昔日 所 為神預備 獻情給神的 那份禮物一樣 被神是肯定的 所以當我們去擺上的時候 我們都要好好思想 神是知道 我們繼續來看 洪水過後 羅雅所行的第一件事 亦是向神有一個敬拜 如果大家記得 羅雅的故事 羅雅就是昔日 他聽到神叫他去做一個方舟的時候 即使有很多人都說 你為什麼要去做一個這麼大的方舟 但是他沒有理會其他人的批評 或者眼光 他仍然去持守神給他的託父去完成 經過了一番的下雨 一個的洪水之後 他離開那個方舟 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神 在詹世紀八章二十節都說了 羅雅衛繞足鳥一座 那各類潔淨的生蟲 非鳥獻在壇上為凡職 原來羅雅的生對神是緊緊的跟從 所獻情的 但是將第一個的時間 都是獻情對神有一個感恩 要神有一個拜上 所以神是去羅雅所拜上的 這個拉開一點點再提醒 之前我們好像有說過奉獻 神是喜悅我們十一的奉獻 初屬果子的奉獻 和頭身的奉獻 甚至乎我們將時間的奉獻 給神都是神所喜悅的 像我們的教會 我們會有神討會 當你回到神討會的時候 其實都是代表你一日新的開始 將這個時間分辨為聖歸給神 所以你會回到祖討會裡面 神討會裡面去尋求神的面 你會回來回來 神討會先去讚美 聽神的話語講道 聽牧師的講道 也都會去討告 去尋求神 這個也是我們將我們的時間 最好的時間 就是一清早起來的時間 好,我可能要快點說 然後就好像大衛 當時所羅門王接觸大衛為王 他向神獻上一千的繁祭 大家可以之後再看經文 在歷代至上三章四節 歷代至上三章四節 這裡都會說到 所羅門獻上一千個 伸促作為繁祭 然後呢 然後呢 對了 照過剛才所說 阿伯、羅雅和所羅門 他們在不同的時期 但是他們所擺上的 對神的獻證 都是夢神所喜悅的 都是給我們一個提醒 如何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再來看新藥 新藥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耶穌 耶穌來到的世界上 他無論在約人福音 或是路加福音 或是馬太福音 我們可以看到神 在崇拜的裡面 給我們一個榜樣 可以看到 他為何張榮堯歸給父神 他是按著規矩 他在安息日 他到會堂裡面 他遵守安息日 他亦都會去到會堂裡面 去教導 也都去到安息日的時候 他知道 安息日的真正的意義 他亦都會結證聖典 因為聖典是神的家裡 當時的人在那裡 這個經文 我想讀出一次 就是馬太福音 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節 這裡說到耶穌盡了神的殿 擋出殿裡一切做買賣的人 推倒碎盤銀錢之人的桌子 和賣甲子之人的凳子 對他門說 經像記者說 我的殿必稱為土告的殿 你瞞倒使他成為賊鍋了 當時的人在聖典裡做買賣 這一切都不是神所喜悅 因為神是要他的殿 成為土告的殿 就是單單去尋求神的地方 今天當我們說到新約的崇拜的時候 耶穌就是 昔日來到這個世界上 他就成為我們的榜仁 就是教導我們怎樣去持守 怎樣去遵行神的話 並且去活出來 我們再來看 除了耶穌給我們一個榜仁的時候 當時初期的教會 在使徒行轉的第二章四十七節 那裡都是讓我們看到 當時初期的教會 他們如何四處去傳福音 他們在聖殿裡聚集一起去 他們在聖殿裡敬拜祭美神 如何呢 特殿姐妹彼此 去分享彼此去建立 人數的天天的增長 接著 第三 就是天局的起源 我們一齊來看一看 契事錄上一章 15到17節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色在今在的主神传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各位姐妹,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终极叫他的地方就是天国。 神在启示录那里,以前已经告诉我们,他预备了一个的验证给我们,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去敬拜我们的神。 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 能愿圣灵都尊重与我们同在,愿我们都能够有神的喜乐,神的公义和平安,临到在我们每一个当中。 因为罗马书提醒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地上的事情,不在乎属世的事情,而是在乎于神的公义,神的和平。 既然我们也能够在敬拜却里面,享受圣灵里面给我们的喜乐。 那就是我们的主。 那今天的课堂就来到这里了。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可以透过我们的群组,可以提问。 今天的课堂里面,不知道给大家有什么得罪呢? 我们说到我们要数损神的恩典的时候。 今天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过去的一周里面有什么感应的事情。 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学习,去数损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数损之后,我们要发出我们的祷告,去感谢我们的神。 如果你可以记下来,你如何去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惠。 今天的课堂非常之好,提醒了我们的什么是神的恩惠。 当我们去数损神的恩典,去感谢我们的神的时候, 我们要从心而发的去发出这个感恩。 你发出这个感恩的恩典,是向主有一个更深的纪念。 在当中。 不知道今天的课堂有没有哪一部分对你来来来说有感动呢? 是否所提到的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 求主帮助我们抹出基督的养生,满有神的新娘。 既然是新娘。 今天也非常好,就是在当中提醒了我们一些, 无论是新若、旧若的诵拜的用词。 如果您再看这个课堂的录影的时候, 您可以再记下来一些诵拜的用词。 有哪些是你过去可能已经知道的, 那就温固之身。 又或者有一些用词, 你以前可能没有想过的, 您可以在这些词语里面再去学习, 再去思想。 刚才我们也看到《新九若日圣经》里面提到, 关于敬拜的部分。 都鼓励大家, 当您去看《新九若日圣经》的时候, 您去留意一下《新九若日圣经》里面怎样说的崇拜。 您在当中, 会不会看到神讲的崇拜, 和您今天的崇拜有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能够在《新九若日圣经》里面, 透过《新九若日圣经》里面去学习, 持守一个纯正的心去敬拜我们的神。 也得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因为神说, 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让我们能够从心而发去赞美我们的心, 去敬拜我们的主。 还有我们在这里祷告。 超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我们很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感谢主耶稣, 你救赎你的牺牲, 你的拯救。 透过今天课堂, 让我们去懂得, 亦都我们进行多一份的思考。 无论是《九若日圣经》, 《新若日圣经》里面, 讲关于崇拜的经文, 给我们一些提醒, 亦都给我们一些得着。 让我们更加知道, 神你的恩惠, 神你的属性, 求主你帮助我们, 建造我们各人的生命。 因为神, 当我们很想成为主基督的满徒的时候, 我们紧紧地跟从你, 去学习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传人的, 接受主你的装备。 让我们深思意念与主你对齐。 主,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求主你保守我们各人的心。 因为神, 你说, 要保守我们的心, 圣果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械是由心发出的。 主,我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 保守我们有一个圣剑, 保守我们有一个, 持守, 神你真道的心。 因为我们是可以, 来到去尋求主你的面, 数顺神你的恩典, 去敬拜, 侍奉你。 神, 在侍奉的里面, 求主你更加去帮助我们, 发掘我们的恩赐和财国。 神, 无论你放在我们什么位置, 我们都愿意, 顺服紧紧的今巡美。 正如, 经文里面, 今天你给我们的教导, 提醒, 似给我们一个, 柔和谦卑, 顺服主你的心。 满实论神, 你今天给我们的位置, 无论是讲道的, 是传福音的, 是敬拜的, 或是我们只坐在会众席里面, 是听的。 我们都愿意, 神, 我求你来到去帮助我们, 有一个愿意尋求主你的面, 愿意顺服神你的带领。 求主你继续去保守我们各人, 在未来一个礼拜的里面, 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去思想主你的话语, 亦都能够活出主你的话语, 遵行主你的道, 亦都能够是常常发出, 从心而发的感恩和赞美。 神, 为着我们明天, 周日的崇拜, 我们献上感谢。 神, 我们单单为着你, 给我们有心灵的气息, 我们要感谢你。 为着你给我们能够参与, 来到教会去参加崇拜, 我们感谢你。 为着那些未能够参与你崇拜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祈祷, 求求神你去保守他们, 各人能够回到神你一家, 参与实体的崇拜。 主啊, 求你帮助他们, 拿开一切的拦阻。 因为神没有任何拦阻, 能够去阻隔我们对神你的爱。 神, 求你来到去保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呼求神你的补血, 来到厚厚的遮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保护我们。 主啊, 我们也为患病的姿态我们祈祷, 神, 求你来去医治他们, 释放他们, 看顾他们, 让他们的体力能够恢复过来。 一切的疾病都远离他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得十命自祈求。 阿们。 感谢神。 今天课堂就到这里了。 下星期我们会继续周六的门徒训练的课程。 各位, 拜拜。